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想我们大概都有听过啦 多多少少都有听过 那甚至于我们可能也都已经上过一些课了 那也都听过 那不管过去我们大家你曾经听过是如何 那今天呢 我会用一种就是说 在经文上面一种连贯性的这个做法 那跟我们一起大家来学习啦 那可能我会看到的一些东西 我不晓得之前大家我们有没有去这样子的去想过 或者有这样听过 那今天这样的学习依然 我还是秉持着以往 这个每一次我们的聚会的 我还是希望说 虽然 虽然我站在台上啦 像我那个 我在松山教会 在查经聚会的时候呢 我是要求说我要站到台下去啦 那我是希望说 因为这样子是不是大家能够比较 干问题或者是 有什么样的回馈啦 那但是无所谓 即便现在的 就是说我们感觉上 距离有点遥远 但是我们基于我们明白真理 一旦听有什么不懂的 或者觉得有疑问的 我们还是随时提 好吗 我想我们这个真理 是需要去想清楚的 那千万不要模糊 因为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那在这个会幕真理跟5G要义的 这两个主题之下 那我大概目前希望是 在这四个 四个这个次题上头 一开始我们会把会幕跟5G 到底他的内容核心到底是什么 我们做一些思考 那接下来呢 我们觉得这个5G跟主耶稣的 这个基督的救恩是有关联的 然后会幕也跟真教会是有关联的 那至于为什么关联 如何关联 那这个关联是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想我们值得去把它了解一下 所以将会在今天还有星期五 以及安息日早上下午 总共将我们四个 四段时间 就分别来谈这四段的主题 那所以我们今天呢 就会谈的是会幕的部分 那 因为这个小弟这个艺术天分很差 所以画不出画来 还好现在感谢神 我现在那个网路上很多善心人士 都会准备很多资料 所以我就直接网路上去 所以底下如果有很多这个图片啊 就是这个需要构想一些什么东西的 那基本上我刚好找到了一个网路上有一个叫做圣经简报站这样的一个网站上面有蛮多资料的 等一下我会把这个网址也让大家知道 那或许我们也可以去了解一下 那我很多图片都从里面所引用的 在这边我先做这样的这个版权的宣示 我没有要盗用人家 好 那我们今天要讲会幕 我想讲会幕讲了半天 我们最直接了当就看一张图就知道什么叫会幕 那但是那个因为距离的关系 所以可能不见得很清楚 大致上就是说 所谓的这个会幕呢 就好像这样子一个用布所围起来的这样一个 一个这个院子里头有一顶很大的帐篷这样子 这个整个这整个叫做会幕 那会幕在里面呢 有哪些活动 就是会有献祭的活动 就是有祭祀在里面 然后他们会执行献祭的这样一个工作 这就是会幕 那里面的那顶帐篷呢 有被又被分为了所谓的圣所跟至圣所 这是按照圣经所所写的描述的去把它 试图把它画出来 那里面的这个祭司呢 据说那个衣服呢 把它穿起来应该是长成这个样子了 那以上这一些 这都是现在人我们依据经文的描述 去把它画出来的 所以是不是完全符合圣经 这个我们还是要稍微存移一下 不要以为说这边画的就是真实的 事实上没有人知道什么是真实的 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先确定 也就是说 我们今天在我们所查考到的任何的资料 它的真实性或者是明确性 我们都必须要稍微谨慎一点 有的时候就是大概知道 它只是要表达这个意思而已 不见得它就是实际上是这样子 好 那这样子的我们大概知道 所谓的我们要谈的这个 会幕大概是要谈什么东西的之后呢 那我们就来看 到底圣经里头在什么地方 谈到了会幕 谈到了五纪呢 那如果我们去把这个经文呢 把它找出来的话 我们就会知道说 所谓的会幕 就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院子 有一个布围侠的院子 还有一个地顶帐篷 那个就是记载在 出埃及记的25章到27章 就它的记载就在这边 25章到27章是它的规划 它的规划 那另外呢 还有它实际上去把它做出来 实际上去把它做出来的时候 是从34章一直到39章 那大概我们知道 它的经文的这个记载是在哪里 那五纪的话 五纪就是记载在 立位纪的一章到七章 这个所谓的五纪 五个县纪 记载在立位纪的一章到七章 那其中一章到五章 是描述这五个纪 然后六章到七章 这两章呢 是去描述它里头的一些 作业的一些程序 大致上是这样子 这样子来看 那个 我的投影片可以留给教会 所以 大家不一定要很辛苦的做笔记 但是如果你有作笔记习惯 这也当然OK 好 那 我们看了这些 我们知道这些记载了之后呢 接下来呢 我们就先解释一件事情 这是我们在圣经里面 看圣经的时候 常常会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留意到这个 就是 常会出现两个词 然后我们又会觉得说 它好像像又不像 一个就是帐幕 一个就是会幕 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对这两个词 曾经这样子搞不清楚过 就是说我们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 或者是之后历史上的记载 我们读到 有时候看到帐幕 有时候看到会幕 那 如果我们严格讲 按照它字的意思 严格来说的话 就很精确的去讲的话 其实呢 在这一个所谓的 我们今天称为会幕的 这当中的这一 这一个小帐篷的这一个 这个在圣经的经文里面 它其实是被描述叫做帐幕 中文叫做帐幕 那帐幕跟会幕两个字 在原文里头确实也是不一样 也是两个字 那这个就是有自圣所的这一顶帐篷呢 在中文把它翻成叫做帐幕 那会幕呢就有点这样子 有时候讲这个 有时候讲那个 但是大致上 大致上可以这么说 就是说这整个 从院子里头包刮进去 一直都包刮到里面 这个小帐篷 通通都可以叫做帐幕 大概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倾向 所以我们以后看经文 当你遇到这两个词的时候 你大概可以做这样的一种理解 好 那我刚刚讲到说 这一些东西 因为在圣经的这个经文 我们都知道他写的非常的多 但是呢 又好像一下子 哇一大堆东西 不容易理解 所以呢 我就借用刚才所谓的 这一个圣经简报站的一个档案 这样一个档案 然后我就 我就原文照登了 我就直接把它拿来用 我一点都没有改 我直接把它的档案拿来用 那主要呢 我是要在里头去取那一些 去取他的一些图片 最主要我是要取他的图片 让他比较容易去了解 那里面他会有一些他的解释 那那个解释呢 是不是我要的重点 但是因为我基于他的这个创作 所以我不去改动他 那也以免说 引起什么样子的这个误解 好那 我现在播放一下 我说这个圣经简报站 那这个我们网路上去搜寻一下 就可以搜得到了 那他里面呢 有 这是一个在温哥华的一个华人基督教会 他们自己制作的 算是非常的 真的是非常的有心 然后呢 大家可以看得到 这是他的页面 里面这个页面 他整本圣经大概 从头到尾 每一卷都把它做成了这个PPT档案 但是呢 因为他的内容 其实是加上了他的诠释 加上他对经文的诠释 所以是不是我们 我们该如何使用 这个我们自己要去斟酌 那我已经讲 我是只是着重在用他的图片 那今天我要用的是 他一个档案叫出埃及记 那出埃及记里面一段 就是刚好描写到 会幕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就看到这是一个 会幕里面的这样一个作业 那这一边 上面这一顶叫做灶篷 在中文圣经里面 那这些我都可能会稍微快一点过去 我只要给大家知道 有这样的东西就好了 那细节我想不是需要那么 那么去了解 那整个这个帐篷 帐篷大概就有 除了这个柱子 柱子之外呢 这帐篷总共有四层 总共有四层 最里面这一层 从最里面这一层开始 然后第二层 这个是白色的 第三层是红色的 最外层是这一个 这个黑 就是看起来那灰灰这一种的 所以总共这个帐篷呢 大概就是有四层 盖在上头 那在经文里面都有写 那第一层 最里面这一层呢 这个圣经里面把它叫做 曼子 用曼子来称呼它 那曼子是什么 就是这个就是一条 一条 所谓的曼子 然后呢 总共有十条 这样子把它 把它接起来 就是第一层 这个有十条 那它的这个圣经的 记载里面 就是说它用四种颜色的 丝去织出这一块布来 这一块 那这一块布的尺寸是多少呢 就是宽度有四十走 四十走 所以四走啦 宽度是四走 然后呢 长度是二十八走 用这样走去算 二十八走 那通常我们一走呢 概念上大约是四十五公分 到五十公分左右 所以就直接了当 把它当零点五公尺吧 半公尺 所以四走 大概就相当两公尺 大约就是两公尺 二十八走 就是十四公尺 那这个档案里面呢 把它的用的这个丝线 就是说用了白色的 蓝色的 紫色 朱红色的 那它在这边 就开始解释了 就说 这个白色的线呢 就是象征公益圣节 蓝色的是属天的 然后紫色的是指的君王 然后朱红色的是指的旧属 这是一种解释方式 这是一种解释方式 那它就引用 开始引用经文 那所以呢 这一块帽子代表什么 就是白色的 象征一个圣节的国度 然后这个蓝色的线呢 是指到属天的子民 然后紫色的线是 表示这个 这个神的子民 是有君尊的祭司 然后是被拣选的族类 这是它的解释方式 有没有觉得 这个解释方式 是我们很熟悉的 有没有发现 我们其实也常常说 这个代表什么 那个代表什么 这个不是 不是我们的专利 很多都这样 那它不止一种解释 还有第二种解释 那现在讲到基督伯 所以又讲到说 基督伯有四个脸面 那其实在 《出埃及记》里面 根本还没有讲到 基督伯有四个脸面 这件事情 那它引用到 这个《以西结书》的 这个记载去了 然后它直接说 这个四个脸面 象征基督的四个属性 那所以这个呢 又开始重新解释了 白色的丝线代表 公义圣洁 所以它是指到 人的性质 然后那个蓝色是属天的 所以它有一种 鹰的性质 然后狮子的性质 牛的性质 那这是一种解释 那我们大概反正看过去 那刚讲到说 这一块蓝子 第一块蓝子 就是把这个 这样一长条 然后总共十条 接在一起 十条接在一起 所以大概 我们就可以算了 一条宽大约两公尺 有四轴 所以这一块这样接起来 总共就会有 二十公尺长 这样长 二十公尺的长度 然后十四公尺的宽度 这是第一层的 这一个蓝子 好 那圣经里面的记载是说 每五块把它接在一起 然后 就会变成两块 总共有十片 十条 然后每五条 做成 把它接在一起 所以就有两片 然后这两片呢 这边有解释了 所以这两片呢 就为什么是两片呢 因为它预表着 有犹太的教会 跟外邦的教会 这个 我现在讲的都是 它上头的东西 不代表我同意 不代表 我只是把 介绍 让大家知道 有这样的讲法而已 好 那 这一边引用了一段的 这个经文 这段经文 我倒是觉得 用在它这一边的解释 我还 还蛮认同的 反倒是 有时候我听到 我们自己的解释 我倒觉得是 真的是 有点离题了 它用的是 约翰福音十章的 十六节 约翰福音十三十六节 那一边呢 主耶稣讲了很多比喻 这个羊圈的比喻 然后有羊门的比喻 有很多 其中他讲到一个 主耶稣讲到一个说 我另外有羊 不是这圈里的 我必须领他们来 他们要听我的声音 并且要合成一群 归一个牧人 那有没有听过 我们有时候 引用这一段经文 然后我们怎么解释 我不知道 大家有没有印象 我们常常都解释说 所以呢 这个 我 我们说 我另外有羊 就指着说 主耶稣有羊 不在真耶稣教会 主耶稣有羊 不在真耶稣教会 不在这个圈里面 所以主耶稣会把他们领来 然后合一群归于木 那就指到其他的教会 其实 我刚讲 这样的解释 其实是离题的 为什么 因为主耶稣在这边讲到的 其实是在责备那一些犹太人 说他们明明是神的选民 可是却对神如此之不尊重 然后不守神的话 所以主耶稣在那边讲说 我另外有羊 不在这个圈里面 意思就是说 你们不要太自以为是的 我告诉你 我不是只有你们这群羊 我还有另外的羊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大家可以理解吗 那个另外的羊是指谁 对 很厉害 应该是要这样解释 就按照那个经文 前后来看 应该是要解释 所以他这边反而是 还比较接近一点 那这个讲法还比较接近一点 但是因为他的范围跟我们不一样 所以就参考一下 那这样两片就会把它接起来 然后接起来这边又 又会有解释 然后我们这样 这扣起来 然后就铺在这个第一层 然后再会有第二层 这个是山羊毛汁的 那这个第二层白色的 这个山羊毛汁的这个罩棚呢 总就多了一片 多了一片 然后长度呢 刚刚我们说这样子的 这个曼子这个长度一条 宽度是四轴嘛 然后长是二十八轴嘛 但是这第二层的这个罩棚呢 它宽度一样是四轴 但是长呢 是三十轴 多两轴 多两轴出来 然后并且呢 这个前面那个曼子是十片 对不对 这边多了一片 是十一片 有这样的差别 但是也是一样 就是做成两大块 也是这样子连起来 那在这一些里面呢 后面刚好我们会发现 这个设计 这真的是经过设计过的 这样的一个长度啊 什么刚好是经过设计的 那这一边有一块 有一个长方形 这一边就是所谓的 整个那一个帐篷的 这个长宽 大概是这样 这一块罩棚放上去 盖上去了之后呢 盖上去之后 刚好到底 那个长度一算 刚好到底 这个三边都刚好到底 这是设计过 所以圣经的经文 真的不是随便写的 那是很明确的 因为里面会有板子嘛 最里面会先有板子 这样子先把它立起来 然后这些四层的布啊 这些就把它盖上去 那盖上去了之后呢 第一层呢 这一块 有颜色的这一块呢 会刚好垂到底 然后呢 外面这个羊毛的 羊毛白色的这一边呢 又会比它长一点 就到底 然后另外两片才把它盖上去 然后刚好 这样子算过来呢 这一块接缝 我们刚刚不是说 五片五片吗 然后中间接起来吗 这个接缝呢 刚好就在 至圣所 圣所的那块曼子的上方 刚好就这样 所以这个一定是设计过的啦 好 那大概有这样子的 这个意思 那他在这边引用的 希伯来书十章二十节 就说这个曼子 预表耶稣的 预表基督的身体 其实他指错了 他引错了 希伯来书十章二十节 里面的那个曼子 讲基督的身体的那个曼子 不是这里的曼子 我们应该都知道吧 是分隔圣所 跟至圣所的那个曼子 不是这块曼子 好 那 这个他的解释 我们通通都参考一下 了解这样就好了 好 那后面就会看到 整个盖下来 他后面都是表示一些尺寸 那我们都可以 都可以再去算一下 你也可以去抓这个档案来看 看一下 所以第一层盖上去 然后刚好到底嘛 然后再第二层 这个白色的这个山羊毛汁的这个罩盆 然后 然后再来就盖 这个所谓的染红的山羊皮 然后最后盖上一层海狗皮 这个就是 这个 这个里面我们所谓的帐木 这个结构 那他会有板子 那他会有 里面会有板子 那在这个 这个时候我们先断一下 就是说 他这个时候就直接下结论了 就是这个帐木呢 是代表着教会 他是代表着教会 所以他后面的解释 通通都以教会的这个角度 在解释这一段 那比如说 他这一边 这个 像海狗皮 那就用着所谓的无家型美容 然后看起来是很笨拙 软弱 被 卑贱 这样子 但是呢 你可以发现 从刚才到现在 他所加上去的任何的一个解释 除了很少数很少数之外 都没有引用到圣经的依据 都没有引用到圣经的依据 包括这个说 海狗皮 做这样解释 但是圣经里面 有哪个地方写说 海狗皮是有代表这样的意义呢 其实是没有的 那 再来 我们再往下 我想我要跳到后面 他那个做板子的那一边 这就是他里面的那个板子 这个总共有40块的板子 总共一边有40块的板子 这样子立起来的 然后再把那些布把它盖上去 好 那这个板子呢 再按照圣经的经文讲 它是说用那个 用造甲木做的 用造甲木做的 然后外面包金 包金 好 那 他们说这个造甲木呢 代表着罪人 为什么他们这么讲呢 因为他说造甲木的文路 这个不整齐 乱七八糟的 所以它代表着罪人 好 那为什么要包金呢 因为罪人需要把它包起来 才会 才有尊贵 这是他的解释 所以这个金呢 就是神赋予这个罪人 这个神的属性 所以好像包金的一样 那所以这整个这根柱子呢 叫做批带基督的罪人 这个 我们听一听 就大概知道有人这样这么说 然后这四十块板子呢 就这样一块一块 把它接起来 然后底下有个座 我想我们光是看这些 都会觉得有点无聊 对不对 那更不用讲说 你直接去看圣经的经文 我想一定是更无聊 但我们现在也是这样子 把它看过去就好了 我们没有要在上面 花太多的精神 但一方面知道说 人家有把它画出来 这一点 这真的是 我们也蛮感谢的 至少让我 这个少准备了很多头影片 但是里面的一些的 这个解释 圣经的引用 这些我们就自己 要有一些判断 如果我们未来 你想要去用这些资料的话 你就要去要一些判断 比如说他 像他现在就把这个板子 外面这个转角接的这一块呢 就直接把这一块板子 表示成为说 他是预表着基督 然后在外面这个是教会 那他还是硬找出来了 一段经文 以夫所述四章十五节 只是说不晓得这两者之间 到底关联性在哪一边就是了 好 那我们就这样子 大概很快的 对这一些有一个理解了 那我们就知道 这个如果从上面往下看 我们就知道 这个帐幕里面 就是前段是圣所 后面是至圣所 那这个分开的 圣所跟至圣所这个概念 我们从现在开始你要有 因为我们接下去所谈的东西 很多会涉及到这样的一个概念在里头 好 我们就看过去 好那这就他的资料了 那在这边呢 我就稍微解释一下 刚才我们说到 他的解释方式是什么 那解释方式就是在解经 就是在那个基督教的解经历史里面 一种很出名的这种解经方法 叫做灵异解经 他不是输出无名 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很厉害的解经 叫做灵异解经 灵异解经就像刚才一样 白色代表什么 什么颜色代表什么 什么颜色代表什么 好 然后就开始发挥下去了 但是那如果你仔细再去追问 然后为什么白色代表这个的时候 往往就不会再有其他的连接出来了 那这样的一种解经 我想我们应该很熟悉 我们应该是很熟悉的 那我现在就藉由这样子 我们来想想看 有时候我们的那种解释方式 是否需要再好好地想一下 好 那这是我们刚刚所看到的 这一份档案里面的这个资料 那我们现在有了了解了之后 我们现在要回过来 我们要回来看到 在圣经里面到底他真正要讲的是什么 因为圣经的那个描述太长了 如果我们又把它读过去 或者是讲它去描述它 可能大家都会一头雾水 所以我们借我刚才的这个图片 去做些了解了之后 那现在我们要叫真正的去想了 我们现在就要真正的来想一下说 那到底圣经里面讲的是要讲什么呢 那在往下讲的之前 我现在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说我以下底下会怎么样子来看这些经文 那首先呢 几节经节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罗马书一章的一节跟二节 有一句话这样说 那是保罗在写给罗马教会的 这一些弟兄姐妹的这个信的开头 这边他说 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 特拜传神的福音 然后接下去他就解释了 这个福音是什么呢 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 所以他所传的是 神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 所以他传的是很明确的 是圣经上有所应许的 然后这个福音呢 还是什么是论到他儿子 论到他 因为前面讲神嘛 就论到神的儿子 那中文圣经翻译里面 后面多了我主耶稣基督 其实没有这一句 就是论到他儿子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圣经呢 其实就是讲到神的儿子 跟他相关的 那这个是我们要有概念的 所以第一个 我们要有的一个原则 圣经里有神所应许的 是关于他的儿子的信息 好 然后再来呢 在马太福音 他在马可福音 主耶稣曾经责备那一些法利赛人 然后因为他们来问主耶稣 就是说 如果有一个人呢 然后他这个嫁了第一个丈夫 结果他的丈夫就死了 那按照他们的这个习俗 必须要再嫁给这个他的弟弟 然后结果他的弟弟也死了 然后最后总共嫁了他五个兄弟 然后就问他说 那如果将来他们复活了的话 那到底这个妇人是谁的妻子 那当然这一些人是要来 应该是那个撒都该人 他们要来为难他 要来为难耶稣 所以耶稣就直接了当回答 你们错了 因为不明白圣经 也不晓得神的大能 也就是说他们虽然整天的在看圣经 但是主耶稣说 你们不明白圣经 那在路加福音的24章的44节 当主耶稣复活了之后 然后对门徒显现 那曾经也跟他们讲过一句话 就是说这个圣经上所写的都要应验 那那个时候呢 这个经文特别的讲 45节特别的讲说 耶稣开他们的心窍 使他们能明白圣经 所以圣经不是靠着学问 不是靠着人的智力去了解的 这一边特别讲 前面第一个 我们说主耶稣责备那些人说 你们不明白圣经 那这一边主耶稣开启了门徒的心窍 让他们能够明白圣经 所以要明白圣经 不是靠人的脑力智力 所以圣经的信息是必要应验的 但是需要神开启心窍 使能明白 所以我们自己要 也是要在这个 祷告上下功夫 求神让我们能够明白他的话 然后罗马书15章4节有说 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 可以得着盼望 提摩太后书又说 可以叫这个属神的人得以完全 那彼得后书讲到说 这个圣经上的预言 不可以随私意解说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 圣经除了他的应许是关于神的儿子的信息之外 然后要有神来开启我们心窍能够明白 那最后要让我们得到什么 就是可以让我们可以在读经当中 可以生出忍耐和安慰 所以读经是有功效的 然后并且是可以得到盼望 然后让属神的人可以完全 能够行出各样的善事 这个中文字翻善事 我再补充一下 善是好的意思 不是我们所谓平常讲的善事 这个应该是讲好事 好的事 什么是好的事 遵行主道就是好的事 然后在圣经就是说 不能够随意的解说 所以因为这样子 底下我们要讲说 第一个原则就是叫做以经解经 也就是圣经没有提到的 我们都不会随便的说是什么 就是一定要圣经要有讲 那圣经以经解经呢 基本上用白话一点的话来讲 叫做用经文的情境 也就是上下文来做判断 上下文 上下文有所谓的近的上下文 跟远的上下文 这个 我用举一个例子 启示录的十九章的第八节 启示录十九章的第八节 那时候 在那个地方有描述到说 那个圣徒穿上了细麻衣 那就在他接下去 他马上就讲了一句话 他说细麻衣是圣徒所行的义 这就是我所谓的近的上下文 也就是我们不要看到细麻衣 我们就开始去想 细麻衣代表什么 不需要想 完全不需要想 因为底下已经跟你解释了 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 那这个 在过去一段时间 有时候我跟弟兄姐妹在 在查考圣经的时候 我真的发现 我真的发现我们有时候会这样子 明明答案就在下面 他还在那边一直想 所以就是我们没有养成一个 这个读圣经的一种习惯 我们常常会觉得圣经好像密码一样 好像那个密码 里面那个是带有什么 带有这个天机的 然后这个煤具呢 里面的可能都隐藏什么秘密 所以然后你就看了 你就开始去猜 开始去想说这个什么意思 其实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复杂 圣经很多地方 其实直接就告诉你的答案是什么 所以不用猜 那另外有的时候 那上下文会比较远一点 比如说那个约翰福音的四章 那边不是记载说 主耶稣来到撒玛利亚吗 然后跟一个妇人 然后跟他 跟他讲话吗 然后跟他要水喝 然后其中有讲到一句话说 你如果知道 我现在跟你讲话是谁 你就会跟他要活水 就会跟他要活水 那活水是什么 我们习惯圣经的人 你就会知道说 活水就只圣灵 可是依据是什么 依据是什么 有时候我们是习惯 出于习惯的 是这样讲 但是其实有没有依据 有 约翰福音就在约翰福音里面 同样在约翰福音里面 三章之后的 七章三十八节三十九节 就讲到这句话了 在那一天 主耶稣就站在那个圣殿的门口 就在大声的喊 然后就是说 要活水 那在那个地方 就直接了当讲 活水就是圣灵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上下文 所谓的以经解经的意思就是说 你一定要在圣经里面找到那种依据 而且那个依据是明确的 那个依据是明确的 这样子 有时候那个上下文会稍微远一点 那个时候可能我们就真的需要 有一些 有某种程度的熟悉 那大概是这样 那所谓的上下文还包括他那个 所谓的我们所谓的情境 就是他那个状况 我再以这个例子来讲 我想我用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 就是路加福音的十五章 路加福音的十五章 路加福音十五章里面有一个很出名的比喻 就是浪子的比喻 我们都听过 我们都听过浪子的比喻 然后我们都会着重 我们常常都会着重在就是说 这个浪子他知道回头了 或者是说这个父亲他有很大的慈爱 对不对 可是呢 其实十五章是由三个比喻构成的 十五章是由三个比喻构成的 第一个是一百只羊 然后失去了一只羊的这个比喻 第二个比喻就是有个妇人有个十块钱 然后遗失了一块钱的这个比喻 然后第三个比喻才是那个浪子的比喻 如果我们把它串起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三个比喻呢 其实共同的都讲到一件事情 共同的都讲到一件事情 就是所谓的失而复得这件事情 失而复得应该要高兴 都在讲这件事 只是一个是羊 一个是钱 一个是人 只是差别是这样子而已 那他要讲的那个道理就是说 失而复得 大家都该高兴 那为什么主耶稣讲这句话 因为在十五章的一开始 就告诉我们 为什么主耶稣讲这句话 因为那个时候呢 主耶稣就是跟那个 税吏那些罪人一起吃饭 这就是那个状况 在那个状况之下呢 就有法利赛人跟那个文师呢 就说奇怪 这个耶稣怎么这样子啊 怎么可以去跟那些 那些税吏 怎么可以去跟那些罪人一起吃饭呢 这不对吧 那主耶稣讲了这些比喻 所以主耶稣要表达的是什么 主耶稣其实要表达就是说 你们这些人 你到底知不知道神的意思是什么啊 这些人现在愿意回头来归向神 应该要高兴的 所以当这样子来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到说 其实那个浪子的比喻的 那个主要的对象 其实是谁 其实是大儿子 这是大儿子 因为在那里面不是讲到吗 你说大儿子 你的脑袋想的都像故宫一样 你没有讲到你是我的儿子 你想到的是你跟个宫人一样 你只觉得你什么都该尊都做了 然后呢 你却不知道 那是你的兄弟啊 就是在讲那些法利塞人 在讲那些文士 那这个就是我所谓的 那个圣经整个经文 我们如果把它看完整了 你就不会会错意 大概就是这样 这是我接下来会用的原则 那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找不到 真的是找不到依据 那找不到依据的时候怎么办 有时候我们总是要稍微猜一下 要不然你就什么都没有 但是也不是说不能够猜 不能够不猜 但是呢 猜要最小限度的猜 要在某一种你有把握的程度里面去猜 不要猜的 就像刚才我们说的 白色代表什么 紫色代表什么 那个 那个就是有时候就直接用人很直觉的反应 但是不见得是有圣经根据的 所以真的没有参考经文的时候 可以推论一下 但是不要踏太大步去了 然后最后如果这样你可以得出某一个结论来的话 你要能够一体试用 就是说你要不是只在这个地方解释的通 你还要在其他地方解释的通 如果你在这里解释通道 搬到其他地方去就解释不通了 那这个就有问号了 这就有问题了 所以大概原则上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底下就会来看这个东西 所以刚才我们讲到说 绘幕啦 5G的记载经文 刚刚我们说到是在出埃及记 跟立位记 对不对 所以第一件事情 我就要去把 到底记载绘幕跟5G的这段经文 完整的记载是从哪里到哪里 我要找出来 完整的 它只是两段嘛 但是它应该不是独立的 应该不是分散的 所以我们去看了之后 你会发现 这整段的经文从哪里开始 从出埃及记的十九章开始 出埃及记十九章记载到说 这个百姓们出了埃及之后 来到了西乃 第三个月 满三个月的那天 来到西乃的旷野 来到了西乃山下 我们都知道 在那个时候呢 神就呼召了摩西 呼召了百姓 然后跟他们说 所以那个出埃及记 十四章四节以下就这样讲 说我将你们带出来了 所以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 遵守我的约 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 所以这一边开始就要讲 听从我的话 遵守我的约 所以底下就开始吩咐律法了 这个是我们知道的 所以这句话我们就会知道 什么叫听从我的话 遵守我的约 就接下来我讲的东西 你们要听 讲的就是这样子 这是出埃及记十九章 然后整个一直写下去 到了我们发现它结束在什么地方 结束在立位记的二十七章 结束在立位记的二十七章 为什么 因为在立位记的二十六章四六节 有这么一句话 他说 这些律例典章和法度 是耶和华与以色列人在西乃山 借着摩西立的 然后结束的时候 二十七章三四节最后一节说 这就是耶和华在西乃山 为以色列人所吩咐摩西的命令 所以这样子完整 这样才是完整的 就是从出埃及记一直到立位记结束 这才是完整的这整段 那这整段大概就是我们一般常说的 所谓的摩西律法 摩西律法就是比较狭隘的 就是字句上的摩西律法 就是从出埃及记十九章开始 一直到立位记的二十七章结束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说 那这样子的话 出埃及记十九章到立位记二十七章 大概总共有五十章 接近大概有五十章 这么这样的长度 那我们就要先看看这五十章里面到底讲了什么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我现在把里面的各种类别 我用不同颜色来做表示 十九章跟二十四章 他所写的内容就是说 颁布这个律法这个过程 他讲的是一些事情 事情不涉及那种条文的 那同样的涉及到事情的 有三十二章到三十四章 有讲到可拉事件 还有那个重置法版的这件事情 然后还有出埃及记的第四十章 记载到说会幕完成了 然后所以去把它设立起来 这些都就是讲那个动作 讲那个事情 那出埃及记二十章到二十三章 是讲十戒 还有一些律例 一些要求 什么时候可以怎么样 什么时候不可以怎么样 然后这是条文 然后二十五章到三十一章 就是写到了会幕 以及他其中的那些设计的蓝图 我们刚才已经都读过了 然后二十八章二十九章 讲到的是祭司 祭司的服装 还有他的立直领 然后三十五章到三十九章 是会幕以及他的各项的 这个物件的制作 实际去做 在立位记的部分呢 有讲到五记 还有讲到祭司的立直 然后还有一些洁净的律例 然后赎罪日的赎罪记 这个所以十六章 偏向跟这个五记有关联 然后捷径的律例 跟其他的律例 就跟其他的一些实际的律例 那也是同一类的 然后还有这个祭司 所以这样看起来 我们大概可以把 除外集记十九章 一直到立位记结束 所有的内容 除了那些描述 一些比较有故事性 事迹性的这些事情 先除外之外 里面的内容呢 条文式的那些记者 大概有涉及到四个 四个区块 大概有四个区块 一个区块就是一些命令要求 第一个就是十戒 十戒嘛 所以要拜独一真神 然后要向亲父母 要守安息日 不可以怎样 不可以怎样子 或者甚至以后面还有提到 说那个 如果你家养的牛 把人家给猝死 你该怎么办 那些就是所谓的律例 那第二个区块呢 就是指会幕 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了 会幕的建造 第三个区块呢 就是祭司 从祭司的服装 祭司怎么去 被 怎么接受 这个祭司的这个职份 所谓立职 立职的这件事情 这是第三个区块 叫做祭司 第四个区块呢 就是五计 的这些执行 总共 大约五十张的内容 但是 把它区分一下 就是这四块 就是这四块 我们可以自己回去 你再把它区分一下 那在这四块之下呢 我们很自然会产生一个问题出来 那么就是 这四块到底要讲什么啊 还有这四块之间 因为它同样在这个律法里面 这之间到底有没有关联性呢 那 更大的个问题就是说 那这样子 这总共五十张 所谓的摩西律法 它有没有一个真正要讲的东西 这就是我们接下去 我们可以去 去尝试了解的 那 现在这个时候 现在这个时候 我们已经剩下一点点时间 那我们只能从会幕开始了 我们今天就从会幕来 那会幕的建制呢 刚才已经图片都看过了 那我现在只是把这个经文 相关的经文列出来 我们会看到它写得非常的仔细 二十六章一节开始 就讲 你要用十福的帽子做帐幕 就底下这一些 然后呢 还说到你要这个 你要再把约柜搬到哪里去 把桌子灯台放在哪里 这一些是关于会幕 的这个做法 然后呢 另外还包括了 说约柜怎么做 施恩座怎么做 然后这个圣所里面的 那个桌子 也就是橙色桌 要怎么做 这边 比如这边 这个二十五章的三十节 就说 要用造假幕做 那我们还记得吗 刚才前面不是他们解释说 那个造假幕代表罪人吗 对不对 那造假幕代表罪人 摆到这里来的时候 那这张桌子也是罪人 所以我就要一体试用 就是说我们 要这么解释 你就要走到哪里都讲得通 要不然就是很奇怪的事 但是经文上写的 就是只有说 要用造假幕做一张桌子 他并没有说造假幕是什么 这个我们就 大家了解一下 然后就用做灯台 烧香的坛 好 那这就构成了 这个会幕里面的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就看到 这个自身所里面 有这个约柜在这里 然后有一块曼子 我们说代表着耶稣身体 是指这一块曼子 然后再来这一边 这个曼子的前面 这里是香坛 香坛不是祭坛 香坛 然后这个 如果按照东西南北的方位来看的话 北面是桌子 是橙色桌 南面是金灯台 因为这个会幕的门口是朝东 是朝东 所以北面 南面的摆设是这样子 然后再来呢 还有所谓的院子 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 那院子里面有什么 有两样东西 一个就是祭坛 这个火烧的人忘了 这个祭坛 还有一个叫洗笛盆 洗笛盆是要给这个祭司呢 开始执行 执行祭司任务的时候呢 要洗手洗脚用的 这个就是整个会幕 这个经文所记载要做这一些 但是有这一边呢 我要特别提出来 在这个三章的这个经文里头呢 在出埃及记的二十五章第九节 讲到会幕的时候 这边说 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 二十五章第四十节 讲了约会的时候说 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 二十六章三十节 说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 立起帐幕 二十七章第八节 做那个板子的时候 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 做 连续出现了十字 有没有看到 指示你的样式 没有讲说 为什么这个材料是用这样做 但是只不过一再才强调 照着我所指示你的样式 四次 所以我们就知道 这是一件很慎重的事 神是看为很慎重的事 那这样一句话 我们会发现 在西伯来书的八章五节出现 西伯来书的八章五节 跟五节六节 这边有这一句话说 他们 这他们就指着祭司 他们供奉的事 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 正如摩西将要照帐幕的时候 蒙神警戒他说 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 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 所以前面那段 到了新约的时候 西伯来书的作者提起了这件事 提起了这件事 那在这一边 他特别讲到说 他们也就祭司 他们所做的这些 供奉的事 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 然后他所引了一句 就是当时候神吩咐 摩西要做的事情 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 那这就是我们所谓的 以经解经 前面讲到会幕 我们看到很多很多东西 那在圣经其他地方 有没有在提到 有 而且提到的时候 还是在新约提到 所以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 这件事情 会幕这个本身 对他的解释 在旧位里面 你从来都看不到 但是到了新约的时候 在西伯来书的作者 把这件事情拿出来 而且在那边讲了一件 非常非常重要的道理 这是我们接下去 星期五要讲的事 还有接下去要讲的东西 那这个就是 我们看到了新约圣经 对于会幕这件事情的回应 这件事情记载了一个回应 他的回应是什么 他的回应就是说 会幕里面的事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 为什么讲这一句话呢 其实在他的前面 八章的一节 他是讲到主耶稣 在前面七章之前 他一直都在讲主耶稣 那讲到最后 他其实是要讲到 主耶稣已经成为大祭司 所以到八章一节 他讲说 有一件事情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你们要记得 这件事情是什么 就是我们今天有这样的大祭司 就是指着主耶稣这位大祭司 那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呢 他现在坐在天上 自大者宝座的右边 这是第一个描述 这个我们都很容易理解 然后又加一句 在圣所 所以自大者的宝座在圣所 可是后面他居然加了一句话 就是真帐幕里面 他突然把帐幕拉进来 如果说在天上的圣所 其实很容易理解 就很直接了当 可是他现在把帐幕拉进来 而且加一个真帐幕 那因为讲了这个真帐幕了之后呢 才有后面五章的那个 讲到的那个所谓是影子 是形状的这样的一句话 那这个经文我们就把它解剖一下 我们把这个经文解剖一下 八章一节 他说我们这边有这样的大祭司 然后他坐在天上 然后在圣所 也就是天上就是圣所 圣所就是真帐幕 然后这个帐幕呢 不是人所知的 所以这边我们看到 大祭司侍奉的地方在哪里 在帐幕里 在真帐幕里 这个真帐幕就是天上的圣所 那他在天上的圣所 所说要做的是什么 如果按照地上的大祭司要做的 就是献礼物跟祭物 这是我们星期五要讲到的五祭 这是前面一到五节所说的 那接下去呢 在五节底下呢 却讲了这一句话说 地上的祭司呢 供奉的是天上士的形状和影子 我们看到同时都讲到 他们要做的事情 然后呢最后讲到说 这个摩西造帐幕 所以把天上的跟地上的帐幕 就摆在一起讲 上面前面一个真帐幕 然后底下讲到摩西造帐幕 这就是地上的帐幕 好 那我们把这个对一下 你都可以连接起来 这两句 这两个东西是平行在对照 一个是天上的祭司 一个是地上的祭司 一个天上的帐幕 地上的帐幕 一个是属灵的这个祭物 一个是地上的祭物 这两个对应 其实他要讲的是什么 就是说 你今天的这些帐幕 要告诉你的是什么 是天上的东西 要讲的是天上的东西 天上的什么 天上那个帐幕 那天上 这个时候呢 有一个东西 我们要开始 要开始 你要去转换一下 就是说 这涉及到两个 一个是所谓的永恒 或者我们所谓的时空之外 就是说不在时间空间之内的 这个东西 那个东西是什么 就是天上的帐幕 天上的帐幕 你不能够去讲 他什么时候 开始有耶稣在那里 当大祭司 没有 他一直都在那里 他一直都在那里 只要在人 对人来说 就是 耶稣就在天上的帐幕里头 一直在为人 一直在作为人的大祭司 为我们来献上祭物 那地上的呢 是有时空的 地上的时空是什么 地上的时空就是 当百姓出埃及了之后 在旷野里面 在西南山下 然后他们才开始建立起会幕 才开始做起这些 献祭敬拜神的这样的事情 才有这些律法 然后一路的一直走 走到了新约结束的时候 然后到了 就约结束的时候 到了新约了 然后主约书来到世界 然后他最后被钉死了 然后他才成为大祭司 所以在地上有时间 但是在天上没有时间 天上是就是在那边 所以 所以不能够用地上去解释天上 要用天上来看地上 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 很单纯的直接了当的讲 就是说这个会幕 就是神所在的地方 就这样一句话而已 就是这个会幕 就是神今天在地面上 让你看得到神所在的地方 就讲这件事情而已 那这个我们可以从底下来看 这个九章十一节 他讲到说 这个基督是做将来美式的大祭司 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 那在二十四节说 是进了天堂 也就是那个帐幕 天上的帐幕就是天堂 那在这中间夹了一句话 说基督不是进入人手所造的圣所 而且他还解释了一下 这个人手所造的圣所 是真圣所的影像 真圣所的影像 所以这样看起来 会幕是什么 会幕就是天上的真帐幕 在地上让你看 让你看 让你看 所以不能够用地上回归去谈天上 这就是我们刚刚讲 你说那个什么白色的象征什么 什么颜色的象征什么 就是你用地上去讲天上 那是不对的 因为是从天上造下来 天上那个是实体 然后在地上给你看到 天上那是什么 是神的居所 是神的居所 神就在那里 有公义 有真理的地方 因为神在那一边 所以在地上 他今天设立了个会幕给你 然后给你看到 那就是形状 你从这一边 你就知道神所设立的 是长这个样子 这是第一个 再第二个就是 我们又看到九章一节 这个一节以下 这一边就开始不厌其烦了 就把这个 我们前面看到的那些记载 章目里面是什么 就一样一样讲 这个第一层叫圣所 里面有灯台 桌子 橙色柄 第二层叫什么 可是呢 他讲 才讲没几句话了之后 他突然冒出这样一句话来 说 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 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 前面 前面讲了 前面讲了三章 前面讲了三章的东西 到了他这一边 到了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之后 他只讲了四节 然后之后就丢给你一句话说 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 所以我们觉得 希伯来书的作者 有准备要好好的把它讲完吗 那么多 有三章的经文 在出埃及记里面有三章的经文 到了他这一边 三章就是三节就结束了 然后说我不能一一细说 他要 他要讲还多得很 但是他 牙根没有想要讲 那这就已经告诉了我们 那些细节 那些细节 就算他代表任何什么样的意义 其实在我们的认识神当中 也属于不是重要的事情 因为他底下要讲的是更重要的事 所以就会到这边来了 那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跑出一个问题来 那到底为什么要设立帐幕呢 为什么要设立会幕呢 其实经文里面都有写 在神吩咐要设立帐幕的时候 出埃及记二十五章第八节 神就讲了 要为我造圣所 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 然后从这个时候开始 连续的 我们看到二十五章的二十一节 讲到诗恩座 在那边神说 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 三十章的三十五节 讲到那个烧香的时候 说这个香坛放在会幕前 会幕内法约柜之前 那个曼子前面 他说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 二十九章的四十二节到四六节 他说这要在耶和华面前 会幕门口 做你们世世代代长线的班纪 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 和你们说话 我要在那里与以色列人相会 所以献祭就是与神相会 因为在会幕门口 你要把基务带到会幕门口去 神要与你相会 要与你们说话 然后这边说 我要使会幕和谈成圣 也要使亚伦和他的儿子成圣 给我公祭司的职份 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 做他们的神 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 他们的神 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 为要住在他们中间 所以神为什么要把百姓 从埃及领出来 如果我们先问这个问题 大家知道答案吗 神为什么要把百姓 从埃及领出来 这就是我讲的 下文不就直接讲了吗 为要住在他们中间 为要住在他们中间 好 所以会幕是什么地方 神与人同住 与人相会的地方 就是会幕 好 那我们现在就要问 神为什么要与人同住 我们刚刚说 他要把百姓领出来 然后他为了要跟他们同住 那我们可以知道为什么吗 那我们就要看到 当初一开始 神为什么要摩西去把百姓带出来 出埃及记四章21节22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回到埃及的时候 要留意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其事 行在法老面前 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 他必不容百姓去 你要对法老说 耶和华这样说 以色列是我的儿子 我的长子 所以这样知道为什么 神要把百姓领出来 然后跟他们同住了吗 因为 他是我的儿子 我要把他领出来 我要跟他住在一起 这样有没有很清楚的呢 所以 会幕是什么 会幕就是 神要跟人同住 的地方 会幕呢 因为神与人同住 所以他其实就是天上真帐幕的形状跟样子 但是天上是没有时间的 没有空间的 所以呢 天上的帐幕一定不是长成跟地上那个帐幕一个样子 因为那个不在时间空间里面 所以地上给你看的 甚至让你去体会的 不是说天上长那个样子 所以才会说天上真帐幕的形状和影像 那天上真帐幕是什么 天上真帐幕就是天堂 就是天国 那所以今天地上的这个圣所 这个帐幕是什么 就是地上的天国 地上的天国 那这个怎么去理解呢 我们就看 这个最终呢 我们就可以由圣经的一句话 启示录二十一章的三节四节 我们可以来体会这一句话 启示录的二十一章的时候 一开始讲说 这个新耶路撒冷从天上降下来 然后就在 就所有的一切都过去了 然后三节就说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 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 他要与人同住 他们要做他的子民 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 做他们的神 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不再有死亡 也不再有悲哀 哭嚎疼痛 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这就是最后最后 最后 这个天地结束了之后 神 神讲了这样的一句话 那这句话在中文说 神的帐幕在人间 其实这句话翻得很漂亮 但是不好 很漂亮但是不好 因为当你看到说 神的帐幕在人间的时候 你会觉得这个人间还在 神的帐幕在人间 其实不是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神的帐幕与人一起 神的帐幕与人在一起 当所有的世界结束了之后 人要到哪里去 要到天国去 所以天国就是帐幕 天国就是那个帐幕 所以这个永恒 因为这个时候讲的 这个帐幕已经是 那个永恒的那个帐幕 是在天上的那个帐幕了 所以已经不是在地上的帐幕了 那为什么我们可以讲说 这个帐幕就是天国呢 如果我们再往下看到 启示录的21章第10节 就讲说就再去描述那个耶路撒冷 他说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 圣城耶路撒冷 所以有一个城叫做耶路撒冷 可是这个城呢 接下去的11节开始 就是描述这一个城的尺寸 讲了一大堆了 讲到22节的时候 启示录21章22节的时候 这时候约翰讲了一句话 他说我看这个城里面没有电 我未见城内有电 耶路撒冷城里面不是有圣电吗 现在这个新耶路撒冷城来了 但是约翰说我未见城内有电 这个城内没有电 哇那这怎么办呢 这个神跑到哪里去了 底下他就讲了 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电 所以那个时候还需不需要一个电 去敬拜神 不需要了 对不对 没有电 因为全能者和羔羊就是神的电 也就是神就在那个城里面了 在那个城里面就与人同在了 所以神的帐幕与人在一起 就是神与人同住 这样子是不是就可以把它切起来呢 所以这个帐幕是什么 其实那个帐幕很简单 就指着神要与人同住 并且他就是天国 那所以在旧约时代 在旧约时代就是 那一个 会幕其实就是神在的地方 就是天国 然后到了后来建造圣殿的时候 那个圣殿就是神所在的地方 就是天国 那今天呢 今天哪里是天国 这个我们就留到后面再说 但是我想我们应该可以去想了 所以那个会幕 会幕不能够 如果讲他说 他是指教会 是只讲了一点点而已 只讲了一点点而已 不能够单纯用教会来做解释 OK 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 然后星期五我们就再从五纪来看 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 摩西律法里面的四个主题 四个主题里面我们接下去 第二个主题 我们又会把这些东西 又会再拉得更紧一点 我们就会知道 摩西律法要讲什么 好 我们现在一起来唱诗 199首 我们下期待的歌 我们下期待的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